三藩市 Crazy Rich Asians 導演專訪 電影幫助她認識亞裔的身份 電影瘋狂亞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 的主演來到灣區 這部電影改編自同名長小小說 在荷里活25年來第一部全部都是亞裔主演的電影 而且還在一部大製作的浪漫愛情喜劇 導演朱浩偉John M. Chu 她在灣區土生土長長大 爸爸朱鎮忠經營的Chef Chu餐廳頗付證明 今天她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聊一下作為一個懷悅移民以待 曾經遇到怎樣的困惑 怎樣找到自己認同的平衡點 我真的想要去中心 因為這部電影改編是很濃的 因為這部電影改編的書 是很濃的 而且這部電影改編的書 是很濃的 但我想要去中心 Rachel Chu 第一次去澳洲 當然要求這個豐富的美麗 要求老錢和新的錢 我們在新加坡和食物 但深深地是關於人類 人類的角色 在愛上 我們為了他們 和一個家庭 在抗爭這件事 電影中反對男女主角的 是由楊子晴飾演的男主角媽媽 而朱浩惠就表示 她在女主角身上找到了共鳴 因為她八歲就回去媽媽的故鄉台灣 後來亦都去過香港 然後你去台灣 然後你看著 大家都像我一樣 這很有趣 然後大家都像我家 你去便宜店 他們像你兒子或你兒子 在餐廳 他們像你家人一樣 這讓你感覺很不同 我記得想 這可能是我的真正家 在家裡 然後他們叫你乖洛 然後你便發現 我不是 他們也不看見我 像他們 朱浩惠講述長大之後 發現很多在美國長大的 華裔第二代 都有同樣的困惑 而她認為這一部電影 可以幫助她和其他人認識到 亞裔不是一個單一的族群 而這個電影可以給她有機會 和全球各地的亞裔合作 這個亦都令她有不一樣的感觸 天后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 正式畫面 造盤 給他們 感谢观看